結果呢 過了一段時間 你看 來自土耳其的吳鳳 稱呼自己是新北女婿 從故鄉來到異鄉 和來自嘉義的新北市長侯友宜大聊 來到新北市生活的經驗 透過直播開啟新北市第一檔展覽 聊你的新北 翻閱世界特展 及市立圖書館各區分館的主題書展 我老婆是哪裡人呢 老婆 對 台灣人 台灣 但是他們生活在一開始是展化 後來他們翻到山蟲 山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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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是山蟲多人 山蟲多人 是 山蟲怕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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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太贏 山蟲的領域 疫情趨緩後 新北市第一檔展覽 閱讀節登場 從故鄉到異鄉 從異鄉到故鄉切入 介紹許多新著名的相關書籍 包括新北市文學獎得獎作品 繪本讀物等等的好書 從文字的角度 關心從世界各國 來到新北市的新住民朋友 來 瞭解新北市有很多的 閱讀的創意思維 尤其很多的新住民 在我們新北市落腳 新北市的新住民 將近11萬人 這11萬人給新北市 帶來新的動力 也注入多元文化 所以從故鄉到異鄉 異鄉變為家鄉 這是我們新北市的新住民 給新北市欄滿 充滿著未來的願景 全台灣最多的新住民 生活的地方是新北市 他們的故事很豐富 而且我們都知道新住民 他們但是我們不太了解 他們經過的一些辛苦 他們經過的一些生活的路 所以這一次的這個活動裡面 我們可以找得到很多 印尼朋友們他們的故事 還有緬甸朋友們他們的故事 今天剛好我也的 我的一些照片等等 也剛好在現場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他們找到的這個 slogan非常的好 聊你的新北 反越世界 早在的月份疫情剛散布之際 新北市各區圖書分館 以線上閱讀方式 邀請大家透過網路閱讀 而經其心防疫之下 各區圖書分館已開放 提醒大家戴口罩 勤洗手 保持社交距離 加入閱讀節的行列 用閱讀讓我們的心 零距離 記者林立吳之衡 板橋報導 提醒大家 在台灣 另外 另外 台灣 另外 另外 台灣